欢迎来到陶哥视频 今天为大家分享火龙果采集的注意事项 火龙果从开花、瘦粉到成熟一般需要45天以上 我这个已经48天了 手感还是比较硬实 在果汁上也比较容易摇动 太早采集的火龙果 像商店里出售的火龙果一样 甜度不够 太迟了 顶部容易开裂 口感不好 这个火龙果我从底部直接剪下 对果汁影响减少到最小 看看是不是非常漂亮 这还得归功于 我这些套在火龙果上面的小碗袋 它们保护了这个火龙果 大家知道在澳洲 有很多的动物包括果汁梨 专门吃水果的蝙蝠 大鹦鹉和其他的鸟类 它们都可能对火龙果造成伤害 锅子 盐巴 炒 切碎 酱油 盐巴 切碌 盐巴 油 冲 酱油 砂糖 又剪下一颗 这是我第一次的火龙果收成 非常高兴 但愿明年数量会比这个更多 下面为大家介绍 我的吴老师的火龙果收成情况 哇 吴老师你可厉害了 你怎么会种这么多 看一下 哇 吴老师和他太太 是我们认识的朋友中 种植火龙果最成功的 我们感谢他们的火龙果 更重要的是 感谢他们分享 种植火龙果的宝贵经验 谢谢观看这个视频 请留下您的评论 下期节目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如何解决火龙果种植多年 不开花也不结果的问题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并转发这个视频 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 生活为我们带来的乐器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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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ooklyn MB acontecer Cum 不 简 亦